经济 数据 人物全记录 财经部落格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安居 台北市政府日前联合许多台湾美食和小吃业者 组团参加亚洲最盛大的食品展览 香港美食博览会 这次台湾业者参展有何评价和成效 而其他国家的业者又有哪些特色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台北市商业处处长黄以玉 黄处长 来我们分享说明 处长您好 谢谢您好 还有我们两岸安居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处长您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市政府组团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 主要的目的何在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各国有各国的特色 尤其在美食这一块 人也是为贴嘛 我想这个本来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 所以每个国家其实都很努力地 在把自己国家的特色 让我推展出去啊 所以你看你只要你想到泡菜 你一定会去想到韩国 对 比如说你要想到吃章鱼烧 那到日本大阪这边啊 那其实我们台湾 尤其是台北市啊 我们台北市本身其实就有很多 你会觉得说 甚至让你可以回味无穷的 让你很难忘的一些美食啊 那所以呢我们商业处也大概从三年前 我们今年算第三次 我们就到海外去参展 主要我们是想说 把我们台北市的这些美食 能够推展到国外去啊 那我想香港的这个美食展 大概在亚洲地区 它其实算一个最大的一个美食展 它每年我知道的就是说 大概从八月份的时候会举办 那我们会去参展 第一个目的我们的希望是说 我希望透过我们的美食 来行销台北市 哦美食观光这个部分 对对对 用美食然后承受整个一个城市 真是我们台北市是 就是说我在实际住行各方面 其实非常独特 而且非常值得去推荐的一些东西啊 用这样的美食来行销台北 来展现我们这个台北美食 它很多元 而且一直不断地在做创新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来吸引更多港澳啦 东南亚地区的这些观光客 来我们台北来吃美食 而且最重要啊 来吃来玩之后 还要买半手礼回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去参加的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啦 是 处长我们这次去参加哦 那不晓得在市前有做什么样的规划 可以让我们的小吃业者 或是相关的美食产品 有更好的呈现呢 我想我们的规划 我们要分展前 就是说要出去参展之前 我必须做一些比较周密的规划 那还有就是说在现场 在香港那边的展期的一个活动的规划 那我展前呢 我又先去征选 我觉得我们要把最好的带出去 所以我要把我们店家 我大概分成三个部分 就我们参展的策略的组组 我大概分成三部分 就包括店家的招募和零选 另外一个是整体的广学和规划 那另外一个我们最重要 去做一个商机的美合 我希望说把我们最好的推出去之后 希望有买家来跟我们做一些 后续的一些延续 这个商机的美合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的展前的规划 那我们也知道说 像今年香港它本身呢 就汇集了26个国家 还有他们在探展上 然后吸引了超过46万人吃 买家呢就有超过2万人的买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商机 我觉得除了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美食推转出去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特色跟优点之外呢 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些 透过我们的整体的广学 然后去做一个商机美合 那做到这一块之前 最重要我觉得东西就是要好 我们的品质就是要特色 所以我们在店家的招募跟连选这一块呢 我们是透过比较周密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就分成四个主题 比较具特色的就是 我想牛肉面这几年 在台北市 现在是已经非常国际化了 我跟南京讲 对 大家来台湾一定要吃牛肉面 对 然后像糕饼 凤梨酥 还有其实像牛嘎糖之类的 小吃 那小吃像夜市的小吃 我们商圈里面有很多 藏在巷弄里面的小吃 还有茶饮 那茶饮现在发展了很多 就像天人民茶 包括再比较新的 像那个 类似说像这个黑丸 像这些东西 新的也不断地突然 我们就需要说 我们用一些有品牌的 然后我们可以带一些新的 创新的这些产品 或者是店家 把它一起介绍出去 我们以往前几年 大概就只有带六家出去 带六家 大概那个品牌会比较固定 那我们今年就比较多元了 我今年带了十二家 那带了十二家 我就要让它说一个 比较不同的 比较多元的 所以我才会分成这四大主题 牛肉面 糕饼 小吃 茶饮 大概今年我主要的一个 餐展的策略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是 那您这次带了这十二家业者 包括这几个大类 不晓得在现场 当地不管是参观的人 或者是一些买家 对我们台湾的小吃跟美食 他们的评价是怎么样子呢 反应是怎么样 反应非常好 像当牛肉面就不用说了 每次去就是排队 就很多就在那边排队 因为他们在香港 大概是牛腩 比较少 就像我们这边有 红烧 井敦 比较少这些 所以那牛肉面 已经发烧了 我们今年第三年 三年都有参加 因为它确实是非常受欢迎 我们基本上国内也在办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说 让那些 就是说 有时候没有办法过来 都可以去尝尝我们的牛肉面 这是我们的牛肉面的部分 反应非常的好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们今年有把南门市场 有一家叫做一厂一厂 因为它是国内一个 传统市场的一个名摊 类似我们会感觉到 它是传统市场的摊贩之类的 那它一厂一厂 今年它其实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 所以那边每一年 都在办一个摊贩的摘权 那他们就是 天下第一摊 类似这些名号 就表示说 它的产品是非常的优 所以我们今年 是第一次把它带出去 那带出去的也引起了 当地非常正面的回响 像香港的很多家媒体 都有做专闻的报道 那我们今年是第一次 把那个传统市场的名摊 把它带出去 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 用老字号去带新品牌的方式 互相去拉台 然后去提升不同这个点价品牌 让他们可以曝光 展现我们整个台湾 美式的一个多元 那像这十二摊当中 像QR大红书 这两家都是牛肉面的一个代表 那像五花马 它本身是 它也有做那个牛肉面 但是它真正起家 其实从虫油饼起家的 非常特别 非常特别 所以它这一次去 它是做一个银丝饼 以着它很特别的 一个操作的方式 像芝美珍 这都是新的 我们也是都第一次参加的 像这几家去的时候 就已经新的 就已经有很多买家 来跟他们做这一家 好像一场一场也是 第一次参加 在展中 就在那个会展当中 就有六家买家 来找他们做这一家 展后呢 也有 像那个芝美珍 第一次参展 它展中就八家 展后又八家 来找他们做家谈 好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成效是非常的 还算非常的不错 引起非常大的一个会想 像黑丸 黑丸也是啊 在展中就八家 展后有十五家 跟他们的家 这都是首次参加的 是 您刚刚也稍好提到 有一类是这种 糕饼或者是牛咖糖 这个方面的话 反映是怎么样呢 这个不是像郭元毅 郭元毅老师号吗 像那个 维格 像那个 恒鼎 这个像这个就比较新 那像恒鼎这个东西 去的时候 其实 我在提恒鼎就好 恒鼎就首次参加 他本来想说 我就带一些东西 过去看看 试试当地的 他们的那个 水温这样子 对对 结果呢 他们没有想到 只有两个小时 销售一空 他的内信是淡的 那香港那边 他还蛮喜欢吃淡的 那所以 他也没有想到 他一下子两个小时 就整个就销售一空 那像那个 维格 郭元毅 这当然是 他主打的是 我们台湾 像土凤梨 郭元毅跟维格 这当然是 就比较老自豪 那像我们这一次 有一家新的 叫做果子 果子所做的烘焙房 那这一家 他主打的 就是土凤梨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凤梨 是这些 我们号称金钻产业 对 那像土凤梨 就是果子今年 他就是 把我们台湾 自己种的 这个土凤梨 来做真正的凤梨树 那这个部分 他相较于 就传统那种凤梨树 有稍微微酸 可是呢 他在当地的 接受度也非常的高 因为那种口感 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说 其实本来凤梨树 就是要用凤梨 去做才对 所以他在那边 购买力有八成 反应也非常的好 所以这一家 你看他当场有七家 然后有四家 所以其实 反应都非常好 所以台湾业者 在去参展 成效是相当的不错 助长不晓得 其他国家 这次去参加香港美食展览会 有没有一些特色 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我想在香港那边 他们当地一定会推 他们自己的特色 那因为也是刚好碰到中秋节 那所以香港的中秋月饼 其实也很有名的 那他们那边 就有一些大厂 在那边设柜 像七华 荣华 好像美新 大班 在香港本地的 那也有香港的代理商 像代理我们的义美 代理我们的黑草 排的台湾品牌 他就把这些冷冻食品 他现场就及时的做 也是排糖龙 这个人潮就排得很长 那另外韩国 韩国有一个 就是叫做 它做U型的那种雪糕 它是独特的那种形状 那去配饼干 配上冰淇淋 这个在当时也是 非常受欢迎 那日本那边呢 他就换说他们的 特产的水果 还有三里线的桃子 这大概就是 去餐展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些比较 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也在当地 也算比较有特色 比较受欢迎的一些 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处长为我们介绍 这次台湾去参加 香港美食博览会 情形 还有各地方的一些 业者的一些特色 那今年的话 不晓得 我们还没有其他 推广台湾美食的一些计划 有有有 我今年国内 我们自己也会办美食展 从9月19号开始 有四天 连续四天 重要的是 我们11月份 会再拜另外12家 去参加北京 台湾的名品展 那我想北京 目前其实 它的那个经济实力 是非常的坚强 那所以我们也是 希望是说 去北京 再把我们的小吃也好 或者是美食 再到北京那边再去展 然后就是再把 这些好的东西 推到北京 毕竟那边就 又比较内陆 我觉得 大陆的人口非常的多 我们想说 不要只有局限在香港 我们要再到北京去 整个把我们的美食 再整个把它推上国际化 通过更多的一些地方 让台湾的美食 能够更为推广出去 也让更多人 能够享受到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台北市商业处处长 黄以玉 黄处长 为我们介绍 这次台湾的美食业者呢 主团去参加 香港美食博兰会 一些情形 还有今年有哪些推广计划 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非常谢谢处长 进行访问 谢谢您 谢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 谢谢